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安琪老师也要分享一个健康补钙的好料理 对 蔬菜里面有很多有钙 那线菜在蔬菜里面它的钙的含量是蛮高的 所以我们这边呢 兼用线菜 那线菜我喜欢吃 我们下面有一个灼亮的高汤是不是 对 这个锅里面高汤煮滚 煮滚让我们把线菜烫一下 我自己喜欢吃线菜软软的 每次都加点水焖一下或者是煮汤 好 所以我们高汤稍微煮滚之后 下去线菜 今天线菜要当这个盘底 那老师还要另外烹调的是鱼 对 这边是雪鱼切块 那雪鱼切块我们拿一点点 盐 太白粉跟蛋白给它腌过 那然后我们配点蔬菜类 那这是豌豆米 然后这个是新鲜香菇 玉米 美白菇 然后我们加一点枸杞 枸杞也是很好的一个食材 好 这个是大人小孩都适合的 都适合的 其实古时候的人也很聪明 像传统的线菜常常跟小鱼干 鱼料理 那个真的也是老人小孩吃又容易 然后有骨盖 对 古人没有现代科学 也没有现代营养学 可是他们是经过人体实验 就是说阿嬷流传的烹调料理 有的时候是有一点道理 对 然后把那个线菜给它加一点点盐 给它一点味道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高汤倒出来 这个是高汤所以我们待会还是要用 而且这个线菜的一些营养也会跑进来 好 我们把它这个 这个线菜煮味噌汤很好喝 煮味噌汤 那这边我们把这个线菜给它铺底 把它铺底 好 那铺底其实也很漂亮 因为它比较不会变色变那个样子 它也是翠绿漂亮 对 而且线菜它有个香气 对 好 好 那我们这边就拿这个 我们拿个铲子好了 好 我们要来做鱼 好 那这边我们先放油之后呢 我们先拿洋葱来个爆香 因为这个拿葱花也可以 但是洋葱也是有钙质在里面的 其实我真的觉得钙要大量补充 好 我们现在拌炒一下洋葱 那洋葱的话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我们刚刚这个高汤要给它再回来 真的喔 对 那我们再给它烹一下 那边洋葱 这边是酒 少量的酒 因为我们今天有雪鱼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炒 然后一部分的高汤 好 一点点米酒 一点点高汤 好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些 我们把它配菜食材下来 对 这个待会要做一个会菜 对 所以这些配菜都可以先下 好 这是豌豆米 所以比较晚一点 好 我们的菇都可以先下 对 菇还有玉米 好 然后我们的鱼跟这个豌豆米 比较后面一点 后面一点 对 刚刚这个温医师在分享的时候 安琪老师把鱼块跟这个豌豆 放下来 然后稍微调一点点白胡椒跟盐 鱼油是含在皮里头 所以我们这个雪鱼今天不去皮 对 我们要连这个皮 好 就是现在安琪老师吃东西 也是吃高密度高营养 对 就是说你会发现你的身体 给他好的营养 然后给他适度的休息跟运动跟锻炼 对 其实那个体力跟身体的品质有差 对 然后晚上睡眠也会比较好 运动之后睡眠会比较好 所以你的睡眠也有改善 睡眠也有改善 对 所以其实到最后照顾身体是面面俱到 对 好 我们最后放一点枸杞子 好 老师这个鱼块熟了之后打一点薄茜 然后放一点枸杞子 跟麻油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可以来上菜 我刚注意到他有加枸杞 我很好奇这个味道会什么 完全不会有中药药膳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现代 而且整个甜味更好吃 我觉得真的很棒 而且雪鱼这样子煮好像更鲜嫩 对于保护骨头应该很棒 像我们门诊经常碰到很多民众 他们会想要来补骨头 有时候就会到中医诊所 因为中医有所谓的龟板 鹿绒 这一类可以补骨 撞筋骨之类的中药材 那我就碰过一个七十岁的婆婆 然后她来就是说 她的膝盖其实不好退化